马院长 草根企业如何做电商 什么是草根企业 传统的中小企业 他们怎么看待的电商 高大上 他们通常是怎么做的 找一个高人来 画巨子打造 然后呢 打多以失败高中 比机力更好的机制是竞争 传统的电商 一般是找一个所谓的高人 成了一个电商部 他在内部是没有竞争的 然后老板又不懂 他信息是不对称 所以这个人就可以随便花钱 然后一旦有困难的时候 他就拍屁股就走人 然后借机会把自己的口袋给装满 所以我们不应该用那种激励机制 应该用竞争机制 啥意思 需要找几个普通的大学生就好了 应届生就可以 分三组 让他们去做 各做各的 然后过几个月之后呢 把最差的那组给淘汰了 其实就淘汰组长就好了 然后过几个月再淘汰一个 这样慢慢这个企业 就学会了如何做电商 而且通过竞争呢 老板和他们之间的信息是最称的 如果一个电商团队 老板是啥也都不知道 这个背后的一个逻辑 它是通过比较 才能确保信息的透明 马院长 柳传志有哪些管理思想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柳传志有很多管理思想 值得我们学习 比如他最经典的有一句话 叫搭班子定战略 带队伍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他把定战略 放在了搭班子的后面 啥意思呢 就在选择一个项目 判断一个项目 先找人再决定战略 如果没有人 这个事就不要做 当然还有复盘 就是做任何事了 不要简单地做一个总结 要对着原计划做总结 还有一个要入模子 这产业就做信仰中培训 如果你吻合他的文化 他就让你进来 不文化的文化 他就不要你 所以柳传志这些管理思想 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企业家 对中国企业的管理的发展 应该是起了很大的贡献 还有吗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他也提醒过中国的企业家 不要光低头拉车 还要抬头看路 说断的就是 不要光做具体的事物 偶尔还要看看远方 官员长 年终奖该怎么发呀 你以前都这么发的 凭感觉啊 看谁顺眼就多给点 这样效果好吗 不好 为什么 都在背后骂我 不管给的多的 给的少的都嫌少 都认为这样不公平 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公平呢 绩效考核 其实就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应该先定规则 再分配奖金 而不应该是先干活 再分奖金 这个顺序归错了 所以以后再分配奖金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用激励 而不要用奖励 奖励就是干完活 大家凭感觉分 激励呢 是先定好规则 和奖励的制度 让大家再一起干活 马来讲 我同学的老板年底了 都给他们发红包 你什么时候发呀 咱学院是不发红包的 如果我真要把奖金 用红包的形式发给你们 你们会相互打听吗 会啊 为什么 看谁拿得多啊 看老板更喜欢谁 如果你拿得不是最多的呢 伤心难过 拿得最多的只有几个人 一个人 其他人呢 都难过 难过了这时候骂谁 骂老板 我又那么傻吗 当然不会 所以这是不可以的 中国人有一个心理 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 就是喜欢打听 所以推测在国外是可以的 在中国这个文化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你不管是怎么发红包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 他都会相互打听 最终都认为自己拿得少 联合起来骂老板不是东西 所以我就不会这么发 还是你有智慧啊 马一掌 考核如何更公平啊 怎么不公平啊 业务部门嫌 职能部门不干活 职能部门又嫌 业务部门拿得多 这个考核的规则是谁定的 老板定的 以后你们和老板一起 定这个考核规则 是不是会好一些 应该会好一些 还有呢 如果是其他人认为 考核不公平的话 你可以让其他 另外一些部门呢 去竞争这个部门 如果竞争这个部门 这个考核的标准 就会抬高 如果没人去做的 那个部门 考核标准就会降低 这样是不是慢慢就公平了 你的启发是什么 公平是大家碰撞出来的 第一公平是碰撞出来的 第二个认为不公平 我们要去争取 需要去调节 还有一个要相互包容一些 马一掌 公司空降高管可以吗 如果新来一个高管 是你工资的十多倍 你工作会配合他吗 我肯定不会 你心里会愉快吗 不愉快 你通常会怎么办 联合打架弄他 给他事半 这是人的正常心理现象 所以在我们民营企业呢 空降兵的成功概率 最多1% 我的经验也有0% 所以我不建议 我们民营企业 引进空降兵 但是在外界还是可以的 最主要是 我们民营企业的 管理部违法 所以人质的成分 包括人情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来了之后 也是被你们这帮人 把他给闷失 管理院长 该怎么制定明年的目标啊 你是想把你公司的目标 定得高一些 还是低一些 高一些 为什么 企业得发展 我也得挣钱呀 员工是想把目标 定得高一些 还是低一些 低一些 为什么 这样舒服啊 容易完成 非洲草原的那些动物们 每天早上奔跑 它是给自己的目标 定得高一些 还是低一些 高啊 为什么 竞争太激烈了 他们得活下去啊 如果跑得慢了呢 就被吃了 你的启发是什么 企业的内部没有竞争 大家就追求舒服 大自然中 为了活下去 就拼命地奔跑 自己就把目标定高了 其实是这样的 在我们现实中呢 也应该把自然界的竞争机制 引入到企业当中来 就是让每一个部门 谁定的目标高 谁去做部门的负责人 如果定的目标低 就下去 在我们企业当中呢 还有一个配套的 利益机制和的对应 它定的目标 超过去年的业绩 超出部分 可以提升翻倍 低于去年的业绩 低那一部分 你给它个八点 这样的话 把它的目标 往高了定 还是往低地定 往高了定 为什么 这样它挣得多啊 其实是这样 你知道你们今年 该怎么分解 你们公司的目标了吗 知道了 这个办法好 马远长 公司有太多问题 怎么办 都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都有 我就觉得老板不懂管理 你懂管理吗 我也不懂 你喜欢学习吗 喜欢 老板喜欢学习吗 喜欢 他愿意和你们 一起研讨问题吗 应该愿意吧 你能提出来一些问题 和老板一起探讨吗 可以 那就去试试 想都是问题 做就有答案 好的 我去试试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学会 辩证地看待问题 有时候问题就是机会 问题越多 机会就越多 其实你的成长空间 也就越大 其实对你来说 反倒是好事 有道理 我现在开始喜欢我的公司了 就是好好去把握 这样的成长机会 马远长 制度老是变怎么办 都什么制度变 什么都有 为什么要变 我也不知道 你穿衣服每天有变化吗 变 为什么 天气在变啊 那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化呢 制度要变 难道不对吗 好像有道理 所以以后思考问题 要尝试理性一些 不要从现象去看问题 更不要从情绪上看问题 先假定别人是对的 然后去慢慢地去尝试 独立思考 这样呢 你慢慢就会成熟 哦 那我试试 这个可以试试